所以,如果說他要出國的話呢,這種場合可能是比較適合的,但是我覺得,比較到重點就是他們的情況是能夠破過電話,因為如果要來說的話,就是一個開啟彼此之間這麼久以來,他們一個新的突破,但是你剛剛樂壇所提到的一個重點,你應該還是放在關稅的開放儀活,因為美國的這個偷投已經讓拜登了,你應該還是放在關稅的開放儀活,因為美國的這個偷投已經讓拜登了。 對拜登完全承受不住了,其實有剛剛趙大哥所提到的種種這樣的問題,你當時講了那麼多,你就是要把抗中當作一個代表,變成世界的一個主流,跟你又怎麼樣,美國人向來對外交,對國家的事情,你可以看得出來,不是那樣重視,但是會有一句話,其實到後面,還是你自己本國之間,有架構不到的期望,你才看到了,就像其他的部分,所以這是拜登非常大的一個問題,所以你即使剛剛有很多卸任的官員,所提到的一個政策, 我想應該只是卸任官員的那個說法而已,因為你如果改變這樣的一個說法的話,印太地區,那些美國想要號召的這些經濟體系國家,怎樣能夠如何能夠配合一下這些做這麼大的一個轉變,所以每個人都會有叫不同的一個聲音,很多人都提出來了,你既然對台灣關係這麼樣的好的話,不要講太多,拜登可不可以打川普一下,打個電話給我們的蔡總統 你不要打電話給習近平,你用行動來告訴我們,你要放棄這些,行動裡面有一些很多插拼圖的方法,搞搞搞兩個可以附上的話裡面,這可以展示一個實質的決心,總而言之,我覺得,通常這件問題是決定11月中全的其中大學,他們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 請問一下,郭俊瑋,你們看美國這個情況,卸任官員想要做很大成,包括蓬佩奧,包括國防部長等等,美國有可能放棄以中原則,改裁以中立台灣嗎? 我想,那個都會戰略模糊,因為你現在說一定要怎麼樣,事實上美國如果要跟台灣這麼好,像剛剛志恩提到的,那你美國直接跟台灣建交就好,什麼都不用這樣 要不要打電話就可以,建交太嚴重了 不是,你那個當然,我說的那個就是選訊建議,啟動了一小部分,你如果說真的要知道,很簡單就直接建交了,那現在現實不可能 現實不可能,你要講任何的戰略不可能,你要講任何的戰術,那都是小技巧,那個其實不都不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就是說,我覺得最大的關鍵還是習近平承抵想懲罰世界,跟俄羅斯這樣子一個暗風寬去,那個眉來眼去 所以現在你看習近平現在自己都自古不暇了,那習近平這種作風就造成美國,你看從以前川普我們,我當時是比較支持川普的,我是比較害怕拜登太輕重的,他沒有想到拜登上來也是一樣的 那所以那個問題的根源是在習近平,那當然就是中國這樣子,你看人家立陶宛官員來訪台,他是用共機,用飛機來訪台,這個就是態度不同 所以我認為美國當然,因為這樣子整個世界其實他會比較清潰,但是你說他要很反戰略清楚地說出一種一彩,我想現在可能還不是世紀啦 當然不可能啦,因為不就是才國務院把那個事實清單,把不支持台獨放回去了嘛,然後布林肯他們也一再地 但是他要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拿掉了,這個是各有模糊的地方 這完全不能做類似的,因為他在後面的那個說明理念,有很清楚的,因為對於中美關係的進程的時候,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就在後面的說明理念嘛 所以說呢,如果說他今天沒有把這個不支持台獨放回去的話,就不會有後面的盧森堡、楊潔篪跟春瑩的會談那個氣氛的緩和 也不會有這個拜登就是講說他的七月可能通話,中美兩國的關係,他是回不到過去了,他的競爭的態勢一定是越來越強 而且呢,很有可能在某些的領域裡面,譬如說,他在這個,當這個中國大陸說,這個國際水域,這個台灣海峽呢,這個不是這個國際水域 然後那個美國呢,說,我這就是國際水域,我要通過,那如果說他們之間彼此發生像這個南海中西事件 或者是說中國呢,如果那麼的去,去干擾那個澳洲,那很危險耶,你放那個干擾資料出去,捲到他的這個心理裡面,他可能會墜機耶 所以他如果說,類似的這種,這樣再發生的話,那個事情就會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他們現在呢,是拉高了所有的探視,但是呢,在進行這個危機控管 好,今天呢,是6月22號,星期三 這個呢,現在呢,聽到這個,這個台灣的議論紛紛啊,關於這個,美中這個博弈 美中台博弈現在呢,一直,我最近的幾天呢,一直都在發表我這個,就是T2,T2 IDEA 那麼也就是,給拜登總統呢,提供了一個啊,這個局外人,局外人來看這個,這個,這個,美中台這個,兩國三方的這個關係 我提出這個IDEA呢,這個建構呢,是四步走,就是在11月,11月這個中期選舉以前 這就叫做危機管控的階段 這個就是說 首先要把民主黨在這一段時間內的選情拉上來 不要再加分 再用軍事統統 再進入軍統 這個就是懦夫博弈的過程 懦夫國異 舉個例子 就是在山路上比較狹窄 中國這輛車和美國這輛車 拜登這輛車迎面追撞 在哪裡 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呢 中國說這個海峽是中國的 不是國際海域 美國說這個是國際海域 兩個誰也不知道 這個就等於兩個司機啊 在山路上見面了 創車了 這個叫做納斯博弈 囚頭困境 在這方面 我們就要看看誰的實力了 如果要和平狀態 這個和平正常狀態 大家彼此讓一步 誰表現的懦夫 誰表現的軟弱 誰就是贏了 可是現在 誰也不願意做一個軟弱的人 特別是中國大陸現在正在崛起 二十大準備召開 美國呢 也是面臨著中期選舉 他也不願意去讓台灣海峽 但是我們分析一下 有沒有意義在這裡發生一個衝突 因為大陸 如果美國軍艦一定要穿越了台灣海峽 大陸有沒有辦法來制美國軍機和軍艦呢 完全沒有 現在中國大陸在自己管控台灣海峽這個地區 軍艦要一秒過 它一定會造成摩擦 你軍艦過 我給你制造 制造攔截 你軍機過 我也制造攔截 各種各樣的攔截手段 包括 讓你無線鏈精英啊 各方面軍艦失靈啊 這種手段就越再越高 就像前兩天 拜登搞了一個發射的四枚導彈 中國馬上發射了一個中導攔截 反導系統 這個可是給美國上了一刻呀 還有福建號 福建號這個電池彈射 這也是給美國上了一刻呀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表現得 拜登如果表現得還繼續強 但是又沒有真正的強 又顯示不出真正的強大 而且不會讓中國和習近平在屈服的話 那麼你想想 這個國異誰能夠勝算的比較 誰能夠取得勝算把握性越來越大呢 顯然是中國這方面 勝算是比較大 而習近平在二十大選舉中沒有問題 連任沒有問題 它是一個困難 是打破了一個制度 拜登在中期選舉當中 第一次如果這個選舉失敗 就影響到未來下一步的兩年 兩年 這一步不走好 下一步就影響到2022到2024這兩年關鍵時間 這叫 我叫做第二步 我這個T2Idea的第二步 就是忠誠規劃 就是這個就叫 更大的危機就來了 隨之而來的就是 美國在各方面的博弈 就是冷戰示威的一個對抗 在這種對抗來講 中國佔的經濟 經濟狀況 在這兩個經濟都每況愈下的情況下 世界經濟都在每況愈下的情況下 中國的經濟在增長 而美國在這種對抗的情況下 經濟不會有增長 經濟環境 就美國生產力發展的環境和世界經濟的格局 又陷入了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 在歐洲陷入了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 在澳洲 在亞洲吧 澳洲陷入了和中國貿易這樣的戰爭 在亞太戰爭 在第一道戰爭上 整個一個東盟都要依靠中國市場經濟的恢復 所以中國在這方面 進水樓台先得業 無論是台灣 無論是東盟 無論是澳洲 都要仰仗 包括日本和韓國 都要仰仗中國市場經濟 如果你搞一個制裁 你就像制裁俄羅斯的能源一樣 俄羅斯在能源危機上 它是個大贏家 中國在市場經濟和影響一帶一路這方面呢 是強過美國 影響力是強過美國 所以呢 最終這個博弈的結果呢 在2022到2024呢 美國必定是更大的輸家 這個就覺得說 慾望相當地在這個博弈的時候 在這個 三路對撞 我剛才講了 對撞的情況下 現在美國是停得硬碰硬 美國是輸家 美國的輸家的結果是必定是退出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整個沒有 美軍在第一島鏈形同虛勢 這個 退出第一島鏈已經是形成 已經是板上定定的 這個 你的預期 你不用看預期 我們看現實 就美國必須退出第一島鏈 在退出第一島鏈當中 首先突破的突破口 不是在什麼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 而是台灣海峽這個政策 台灣一定會拿台灣的說是突破 作為突破口就是台灣 這個台灣 你說下一個是烏克蘭 是台灣 但是這個性質完全不一樣 台灣是 現在呢 就是剛剛看到台灣那個 這個 趙薩康那個戰爭 戰爭議員 辯論 就暴露這個 美國對這個一中政策 這個 在野的下面呢 都提出了很大的 都要修改美國的一中政策 包括呢 要提出了一中一臺政策 但是特朗普提出一個什麼呢 特朗普說 我的認識就是一個收縮政策 就是他在他的四年當中 是撤軍 而沒有擴軍 而是要把這個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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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毛的這個軍事干擾 這個軍事力量的干擾就下來了 減少軍費 未來的 未來的這個特朗普那個 這個 未來的特朗普這個 就是在2024年 2024年 競選這個 美國這個大選這個 新的2024的總統的話 美國也會提出 特朗普真的上來 也不會跟中國搞對抗 也不會跟中國搞對抗 也不會跟俄羅斯搞對抗 美國就是把全都收回來 建設 建設美國 就是美國優先 美國就是經濟優先 都圍繞美國這個 經濟建設來賺 這就對了 特朗普這個方向是完全正確的 所以說 如果你拜登沒有看到這一點 你還以外交為手段 而且以進攻那個 你進攻卓多賓人進攻那個手段 或者是卓多賓人 這個情況下 得到的結果是兩敗俱傷 你還用冷戰思維來解決這個 臺灣問題也好 解決這個 中美的競爭問題也好 那是兩敗俱傷 就像撞車了 現在有一個先讓 你既然想通過7月份和習近平的通話 來廢除關稅 廢除關稅呢 這是一個表面現象 但是你的本質後面的計劃 這個預期 效率和公平 我們首先來講 效率和公平影響 效率優先 公平 兼顧公平 為什麼這麼講呢 這個 我認為現在的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呢 他寫 他講的一個 他想講的一個是臺灣優先 美國優先 這個 他把位置搞錯了 所以 出臺了 在這段時間 出臺了11項會臺政策 這叫臺灣優先 我們不說這裡面的 怎麼會產生的 但是實際上來講 這是一大損招 是 賺小便宜 吃大虧 這個 不吃民虧 這叫不吃 現在是 現在 你現在廢除關稅 中國大陸現在不願意廢除關稅了 關稅來講 反而對中國大陸有利了 你現在美國也 每天你離不開中國這個商品經濟也好看 這個關稅 反過來加徵在美國的人身上了 加徵在美國 把美國 真的是把美國拖垮了 所以 葉倫呢 就在這個問題上 看了這個清 而 為什麼 戴琪他現在 反而看不清呢 戴琪是個 華人的華人 而且在廣州呢 又經過了 對中國的經濟啊 改革啊 非常了解 他為什麼 表現出了這麼一個 強硬的手段呢 實際上 它是害了美國 以台湾利益優先 美國利益優先 這麼一個思想 雖然是跟 奧巴馬時期 不是 特朗普時期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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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時期的這個 冷戰師 市民貿易戰這個思維 要是貿易戰 先到了特朗普這個時代 特朗普上代 首先要 把 解開這個貿易 關稅關係 然後 跟 中國 實際上 跟 中國 那個 友好政策 然後 特朗普說的最重要的一句話 台灣在 中美 中美 美中關係當中 只是一個 年初比尖 我認為 特朗普說的非常對 特朗普 特朗普也好 還有拜登也好 還有 沙利文也好 沙利文說 沙利文說 維持一個大家 大陸永遠不會 啟動這個 武統台灣這個全境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啟動呢 它現在已經 已經 現在已經超越了第一島鏈 第一 台灣這個形同虛設 台灣的價值已經不存在了 台灣你要把這個效率 台灣的效率 你要把它會轉換過來 我覺得 作為沙利文 作為美國安全的助理來講呢 我覺得呢 他還要學一學 這個 那是不義 或者是經濟學 在補一補課 你怎麼 你維持這麼一個 維持這麼一中狀態 或者這個 四不一無益 這個這樣 你能維持得住嗎 你能夠在這種維持這種 對撞的一個階段當中 美國能得到什麼呢 你美國投入了什麼 有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在這個問題上 美國如果不付出 你就沒有收穫 你付出的是什麼呢 你付出 最好的一個策略 就是 付出的是台灣 你得不到的東西 你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你在談判桌上也得不到 所以 這個道理 對中國大陸也是這樣的 你在戰場上 你沒有去解放台灣 你武力沒有佔領台灣 你也會得不到台灣的這個主財的利益 一個中國的政策的本質 這個蛋糕呢 我們說你要把一個中國政策的蛋糕 包括 建交三個公報 還有台灣關係法 六項保證本來沒有 我們現在把它 還有包括你現在的 現在你的會財政策 十一條 我們把這個蛋糕做大 怎麼做大法呢 我剛才把那個三個階段 我再重申一下 我為什麼說四個階段呢 四個階段呢 就是說我給拜登規劃了一個 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十一月以前 叫做這個 這個叫做福底抽薪 現在是洋湯指揮啊 不如福底抽薪 我第一步叫做福底抽薪 第二步 2022年到2024年 這一步叫做福底抽薪 福底抽薪 美國人 百名系 就是從台灣啊 把台灣的人 按照那個 按照那個 那個誰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朱立倫說的話 We are here We are back 就把這個 這個 支持 願意到美國 投資 參加美國投資 合作 競爭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人 叫一面 叫一地搬遷 這個 2022年到2024年 這個叫一地搬遷 重新組合 這叫重新組合呢 我在美國給你畫出一塊地來 在南方 美國現在南方啊 這個這個 很多移民 移民 這些移民呢 遊兵三勇啊 一盤散沙 需要在這裡的 一般散散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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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低效率的 只能給他們 拖累一個拖 一個拖 這個難民一樣 你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些 遊兵三勇都把它組織起來 就讓 它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 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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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資料 就像農民工一樣 我們就把這個 啊 墨西哥也好 中南亞人們 就看成是農民工 現在呢 現在那個 現在那個 那個 北方的這些產業啊 包括 汽車行業也好 還有造船行業也好 還有這個 現在 美國現在的一個 這個 這個 實體經濟的 啊 一些 一些生產力 我們看成是 就像 過去啊 國有企業 就把它看成是 一個國有企業 現在生產力 是 效率是每換一下 這個 在跟中國這個 生產力的 對比 比較之下呢 是顯得很 這個 不堪業績 因為在這個市場當中呢 生產力下降 效率下降 價格下降 成本 成本提高了 你要降低成本 就要改革 這個 這個 影響的一個 一個政策 在北方呢 我原來 我原來在這個 奧巴馬 奧巴馬這個時期呢 我提出了 和那個馬里蘭做一個 試點 就想用那個 巴爾迪摩港 巴爾迪摩港 巴爾迪摩一個城市 跟那個 深圳這個 舍口工業區 我提交了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來講呢 我也得 那個 中國大陸這個 深圳 那個燒商局 舍口商局的 副總經理 叫楊天平 也寫了這麼一個報告 希望他能夠 提交上去 但是這兩方面呢 就是失敗了 我這種努力啊 第一 這個 第一階段的努力 失敗了 那麼我現在的起步呢 就是說 還是繼續堅持 我把這個地點給換了 這個地點呢 換成南方 要把這些 新來的移民 或者南方那個 這個 落後的生產率 要把怎麼樣 把它變成新美國人 人類資源呢 是最 人是第一個 最重要的 這個 這個 寶貴的資源 但是你要把它 提升它的 適應這個 時代發展的 綜合素質 首先呢 那麼 那麼 那個 台積電呢 是代表了 現在的先進生產力 還有一個 企業的文化 但是 美國這個地方呢 很不適應 因為美國人呢 缺乏這種 奉獻精神 缺乏這種 亞洲這種 忠於企業 和忠於家庭 這種的儒家文化 那麼 為什麼要動用這個 力呢 這個是 因為你有了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你要看見台灣關係法 不是針對 我和美國搞對抗的 而是 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的國內法 我是怎麼樣 利用台灣關係法的資源 為美國服務 從這個方向 首先呢 你要搞清楚 包括戴琪 第一個應該 點的是戴琪 他是中文 他應該了解中國這種文化 第二個 我覺得 安東尼布林肯 還有 沙利倫 這些 這些 這叫左右手 我們要彈鋼琴 十字手都要動 這個 彈鋼琴十字手 就是 不能夠 拜登團隊啊 有這個人想這麼動 那個人想那麼動 現在 戴琪就是一個反動 戴琪呢 就想 現在呢 戴琪也好 還有 沙利文也好 在這個問題上呢 有一個 模糊 他是自己的目標不清楚 所以 關鍵是 拜登的一個 領導核心 拜登沒有制定一個 讓 這個 你的助手 你的團隊 看得清楚 看得見的一個 一個戰略清晰 戰略不清晰 你搞的一個 戰略對抗 這就不對 你應該是 戰略緩和 調整發展方向 中美關係是 調整發展 是 是 調整這個方向 不是外交對待中國 這個重點就錯了 而是 上另一方 這個 外交要為 美國經濟服務 美國經濟呢 這個是個根本 那 就是提高美國 本土的經濟 生產力 解放生產關係 這個是美國的 中等之重 如果拜登 如果聽不懂我這句話的話 那麼 中期選舉肯定是打敗 你 因為 大家看到你的 戰略上還是 你 你前一段 這個兩年期間 走的方向就是 對衝 就是三路撞車 就是 在爭奪 這個 爭奪這個 什麼呢 亞洲這個 這個 指導權 領導權 還有 第一導鏈 顯示你這個優勢 是 結果 中論的結果呢 我們大家都看到 歐盟 歐盟的力量 和那個 歐盟的力量 歐盟的力量 這個表現出來 從軍事對抗力量來講 俄羅斯贏了 是把歐洲給拖垮了 經濟拖垮了 在亞洲 中國贏了 中國 贏誰了 贏了美國了 贏了日本 贏了韓國 印度 這些想要利用第一導鏈 來圍困 圍困 中國大陸的 這個人 中國人 大家要從這個 要 見微知著呀 自覺要看得清楚這個矛盾 包括台灣 都要依靠大陸 台灣說 要斷供 就是 那個 那個 台湾的芯片 就像 台灣斷供 台湾的芯片 是殺了自己 是 淘汰出局 你如果 要是 不供應 那個 這個封鎖也好 那個 還有包括那個 那個 游錫坤說的 要把那個 零風導彈那個 打到北京去也好 這都是 這都是不懂經濟 就是外行人說話 不懂市場 不懂軍事 不懂國家的利益 這叫做 一個 打個嘴炮 這個嘴炮呢 這個 就是說 禍國殃民 就是說 一個 顧維均說的話 就是 占了一點小便宜 就像 大清王朝一樣 就像大清一樣 結果呢 經不住 這個 這個 現在生產力的 這個 這個 堅穿力 就包括 現在代表生產力的 不是美國的 那個 堅穿力炮 而且現在大陸 正在崛起的 這種 新興的一個 一個力量 嗯 怎麼樣 美國才能夠 取得雙贏 或者三贏呢 那麼 這個 這個問題 就是我給 拜登 我作為 這個拜登的 這個總統的公民 我處 我處在這個 這麼 我在這個 那個 華盛頓 我的對面就是 那個 白宮 所以呢 這麼近距離 進水樓台先得月啊 所以我已經感覺到 這個 美國的危機 一場暴風雨 已經要來到了 在這種暴風雨當中呢 我呢 就彈出我的一個 作為旁觀者 這個 當事者迷旁觀者輕 我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 啊 老黃牛 啊 原來是 開荒牛 啊 突擊隊 現在變成 在 後來呢 這個 2007年 啊 退休了以後 2008年 這個 我跟那個 那個 奧巴馬 米歇爾奧巴馬 和奧巴馬 拜登 我們就 打同了這個 任督二脈 這時候我們就建立了這個聯繫 啊 然後從信念上來講 我們一直都是保持著 這個 六八年當中 保持著八年的聯繫 然後那個 特朗普 特朗普時期呢 我和特朗普又保持了聯繫 因為我 自己 自己 給自己定位是 總統的公民 就是 站在公民的基礎上 啊 在美國 質疑 你這個政策 對你 美國的 美中政策 對美國的 經濟政策 對奧巴馬的 那個 美中關係 我基本上是滿意的 對於 特朗普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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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華政策 我也基本上是 啊 但是我在調整它 我在糾正它 我在 立馬狂乱 但有的抓不住 但是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我跟這個 特朗普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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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和 互相信任呢 取得了一定的信任 有信任的基礎 他也了解我這個 作為我 這一種 給我了一種肯定 奧巴馬和 這個 拜登總統在這個 在執政時期呢 在 2008年到 2016年呢 就給我一個 最 最 完整的一個定位 一個最 我認為最合適一個 概括 總統的公民 這個定位 我覺得是 比較恰當的 那個 特朗普這個階段呢 把我定位 一個 憲章的 會員 因為我 我 我和 那個 余茂春啊 和 和那個 國務卿叫做 蓬佩奧呢 是完全不同的路線 我是一個 採取一個 這個 叫做 合作的一個路線 合作 有 競爭 有 互相 有互相的一個 互補 也有一個 這個 像那個 官衛官聖這個 叫做 合作的競爭 有合作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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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呢 那麼 包括特朗普 去 這個 就是 我們北京 都採取的一些 那個 那個 一個 與習近平建立的 一個性能的關係 習近平就講了這個 我們有一千條理由啊 搞好 中美關係 沒有一條理由 搞壞 中美關係 就是 格局啊 這個基礎打起來了 但是 在 這種那個 結構下呢 特朗普呢 有些 衝動 這個 特朗普的衝動呢 表現出一種 急躁 表現出一種 合作的競爭呢 是 不要過激 就是啊 博弈當中呢 不能夠過激 一報還一報呢 不要 不要超過這個強度 所以在這個 調整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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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證明呢 啊 這個效果不佳 就走來 然後呢 這個 這四年呢 這四年結果呢 最後 你這種 選舉 這個選票 啊 讓 川普下來 進行了一些反省 這個 美國這種 制度啊 就是對總統的 就是 總統如果不能解決問題 那麼就是總統的 政府的問題 所以 這個 這個 美國人民呢 就把特朗普 拉下來 就讓特朗普呢 再重新冷靜的思考一下 經過這種沉澱 我覺得 特朗普在 現在 在談論這個 拜登這個 拜登這個 這個政績的時候呢 就 站了一個 稍微客觀一點的角落 因為 旁觀 這個 當事者民意 旁觀者輕 你 做 作為總統的時候 他總覺得很多東西啊 他看到自己 只有自己最大 只有自己的利益優先 但是下來的時候 反省自己 就能檢查 檢討出自己 哪些地方 做錯了 做得不好 這一點呢 我覺得 時間呢 給了特朗普 一個教學 那麼時間也正在給 時間和社會時間呢 也正在給 客觀規律來辦呢 也正在給 拜登一個 一個 真正的教訓 拜登能不能夠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